美国报康华尔街日报揭露 中国政府向前朝国阵政府提出 协助解决一马公司案件为条件 换取价值340亿美元的东海岸 且录计划以及沙巴天然气管计划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表示 政府将调查有关报道是否属实 一旦发现真有此事 一定会追究到底 华尔街日报7号刊文 报道中引述一系列未公开的会议记录 揭露中国在2016年 向大马政府提出协助解决一马公司案为条件 以换取由中国公司融资与信件的东海岸铁道 以及沙巴天然气输送馆计划 报道援引会议记录显示 中国官员告知前往中国的五国官员 中方将利用中国的影响力 试图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撤销 对时政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以及其他同谋一切涉及一马案的调查 报道也指出 纳吉在会议结束的几个月后 就把高达340亿美元的铁道与天然气 输送馆项目全盘交给中国银行融资 并让中国公司承包信件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表示 当局会调查各种细节 如果报道属实 希望联盟政府就会采取行动 我们想要联系 我们要联系一本的几个月 那些 但价格的价格是 决定的价格是 你能看 你能看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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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华尔街日报审查的资料 我国官员要求承建东铁的中国公司 乘付一码公司200亿令吉债务 然而中国的谈判官担心 这会让公司的财报疑点重重 最后双方就说好 让中国国企承担其他费用 间接摊还一码公司债务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